欢迎来到小韩说故事 小韩带来《向风而行》番外 第59集 顾南婷瞒着承骁做父妃培训 只是不想她失望 医生的消息让承骁很兴奋 关于飞行她其实并不敢提太多 因为她怕顾南婷伤心 都是曾经为了梦想而奋斗的人 实现不了梦想也是一种伤心 她知道虽然物理条件上顾南婷已经满足了 但是后续的一些考验还是需要她自己去经历 不过她知道顾南婷必然是没什么问题的 她一定会再次飞翔在天空中的 承骁把这个事情完全放给顾南婷 她在等她的通知 这是她的事情 纵然是诊边人也不能替她做决定 顾南婷从医院回来后的第二天 就已经给公司递交了飞行的申请 公司考虑到顾南婷的特殊情况 虽然没有那么多严苛的考验了 不过她还是要经历一些比较基础的考验 承销如往常一样 自从结婚之后 她就主动申请飞国内航线了 本身国际航线的航程就比较长 用的时间太多了 虽然说是结婚对她工作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可她考虑到这种长期的飞行 实在是不利于夫妻感情 还是申请了国内航线 我这次要在北京那边过夜 你自己在家也要好好休息 承销在走之前嘱咐顾南婷 顾南婷点点头 她的申请已经得到回复了 但是她的付飞没有那么快 有几个考验她还是要去的 她暂时不打算告诉承销 她怕自己没通过 不想让她跟着自己担心 承销从北京飞回来之后 刚落地就看到顾南婷给她的消息 她要去澳洲出差 她本来想着回来问一下顾南婷 关于付飞的事情 看来只能等她回来再问了 顾南婷没有告诉承销 这次她去澳洲出差 其实就是为了她的付飞 公司很看重她付飞这件事情 所以跟澳洲那天联系了一下 让她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 如果考核合格她就可以付飞了 承销没有任何怀疑 顾南婷不在家的日子里 她时不时地跟夏至他们一起吃个饭 还会去顾妈妈那边蹭个饭 日子也算是过得快活 顾南婷就没有承销过得那么轻松愉快了 澳洲的这些训练 对于之前的她来说都是小毛毛 但这次付飞的训练 让她感觉到自己长时间不飞 加上身体的一些原因 她暂时回不到自己之前的那个状态了 她在训练之前已经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 不过训练的结果出来的时候 她多少还是有些沮丧的 你怎么了 承销跟顾南婷视频的时候明显感觉到顾南婷的情绪不高 是不是开会太累了 顾南婷自认为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 听到承销关心的话 她的心里暖暖的 想起她也曾经在这里训练过 那段岁月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忘的 她身上就充满了力量 我没事 就是太累了 顾南婷避重就轻地对承销说道 承销不宜有她 只是提醒顾南婷要好好休息 之后顾南婷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曾经也是经历过各种场面的 很多感觉就是在训练中逐渐培养起来的 她相信自己肯定会回到之前的状态 时间一点点滴过去 顾南婷的训练结果也在一点点滴提升 她对自己也有了信心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她应该能够通过考验成功复飞